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凡哥 你现在会想结婚吗 这一秒 这一刻还没有 就是我觉得说以后如果有结婚 有缘分有到 我觉得可以 你会希望什么样的条件 幽默呀 然后呢 好笑啊 诶 肥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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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上飘摸 然后上去难过的时候 他们会动一下啊 工作稳定啊 然后不要乱来啊 不是乱七八糟的人 这样子的 那岂不是 然后呢就是 Gentlemen啊 然后会吞女生啊 肥心 剥虾人 好 这个虾送给你 哈哈哈哈 好可爱 真的好开心哦 跟你相处起来 真的 那大天觉得凡哥 是天菜吧 这个 哇 对 天菜说两句话啊 留一下吗 留一下吗 天 谢谢 谢谢 我无话可说就是 很感激他这样子说 其实很合 两个很合 老师 你是从数字 那个姓名学 数字上看很合吗 真的很合 真的喔 白哥 你是本名吗 不是本名 没改过的 那有人本名取这个的啊 对啊 这个本名取得真是很易 因为我们家是满人 所以我婆婆就取了这个名字 哦 平凡的哥哥 平凡 对 因为我们本来是正皇期嘛 那现在不在吗 不得了啦 有人正皇期 我们自己是正皇期 这里也一个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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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皇期 真皇期 老师 新秀的合不合 凡格的太阳刚好落在大天的婚姻宫 你知道就是他们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其实如果他们两个人 相处起来的话 呃 会让大天觉得凡格是一个 就是好像自己很耀眼 能够增加自己信心 然后也很 就是好像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的感觉 然后那大天的太阳刚好在凡格的一个 我们讲说就是潜意识的公位 所以他们如果相处的话 对凡格而言 他会觉得大天是一种 好像我说不出来的那种 莫名的熟悉感 就是会有很熟悉 很安全 很像家人般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能不能够来电 当然还是要他们两个人决定 但是就星盘来看 其实也还蛮适合的 哦 哦 先当朋友 先当朋友 当朋友也很好 因为你们对事业会有加分 哦 哦